有三回大廈的居民向我們投訴 說大廈鐵閘早前被人離奇拆去 鐵閘上的信箱連帶消失 大廈居民都很無奈 居民又說鐵閘被拆後 大廈變成無染雞籠 多了陌生人進出 甚至有單位被鐵街招追溯 又擔心會朝野南亞拆 他懷疑大廈有鳳流進鑽 有人為了方便接客 連夜拆走閘門 我們巡視尤尖旺區和深水埗一帶 發現大廈沒有鐵閘的情況普遍 就算有鐵閘 鎖頭也被人惡意破壞 那些大廈就要搞這些命令 就把鐵閘就沒有了 就拆除了 這形成就是一個無染雞籠 比利街到韓國街 現在就被事業局收購 事業局收購 然後形成了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很多空置的單位 這些空置的單位 這些空置的單位 就會被這些 這些毒癮 或者是其他 不是住在這裏的人士 就偷雞 偷入去 偷入去 是的 偷入去的吉祥 雖然他們有鎖鐵閘 但是呢 其實整個門都插得開了 這麼好放鐵閘 就是那條鐵鏈 林博又說 曾經透過龍城計劃 協助舊樓居民安裝閉路電視監察 但是之後因為私隱理由而暫停 就三毛大廈的治安問題 政府在2011年 推出居民聯絡大使計劃 招募大廈業主 或者租客成為聯絡大使 協助政府部門聯絡居民 來處理樓宇管理問題 以及籌組業主立案法團 但是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的資料顯示 計劃已經在去年12月結束 只有不夠三成的三毛大廈 成功招募居民聯絡大使 我希望政府就不要只有什麼 倫理計劃那些 那些真的成效不大 反而政府是否可以推動一些 叫做小區管理 求過組織一起聘請一些管理公司 大規模地管理一片的舊樓 令到那些大廈的治安和管理 是非常好些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導